您好 欢迎收看11月15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最近两年 花联政府观光处向交通部观光局还有公路总局申请了将近5000万的补助经费 要举办两坛自行车道的休战计划 以提升整体的安全性 还有民众齐全的舒适性 要打造更多元友善又优质的齐全环境 近年来 国人利用周旭二日假期从事国内旅游休闲的风气盛行 随着后疫情时代的来临 走向山海田园 远然成为旅游的新风潮 花联大山大海的环境自然是国人首选的之地 其中不受时间 行程 束缚 并可以以个人体能状况 自由自在地畅游 骑车 自行车 赏景以及健身 更是广受游客喜爱的活动 新闻学问表示 近年来花联积极向中央争取补助经费 办理自行车改善计划 为了就是要让所有人到现场享受大战的时候 能够更加安全舒适 目前两坛自行车青山段以及白包西段 因颱风导致忽然回首 目前已经重新安装仿木栏杆 必须12月中完工 另外公共处也积极争取经费 办理海滨公园临海路段 铺设彩色自行车道示范路段 必须在今年年底完工发包工程 明年5月呈现在过人眼前 华林县区自行车道网络的规划建设已经逐步成型 两坛两铁自行车道 积极地跨越了新城乡 华林市新城乡 以及吉安乡 受丰乡四个乡镇 现阶段华林县政府所管辖的两坛自行车道 主要是串联的七星潭 旅一潭由海岸线连接到花东 中国的自行车道 沿途更是利用海堤 废弃旧铁道 田园湘京等道路 建设成为外地本地自行车 爱好骑乘率最高的自行车道 另外如果加上百报系自行车道 连接总长度可延伸为46.193公里 进而打造多元友善又优质的骑乘体验 让来到两坛自行车道的车油们 能够享受到骑乘的过程 接着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